你是不是正在运用吸引力法则去吸引你心中的那个他? 你是不是正在运用吸引力法则去吸引回你的分手恋人? 可是现在的成果不尽不人意,可是你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,你每天都在问为什么还不成功呢? 今天我就想在这里跟你们分享几个你可能正在犯错误。 大家好,我是Jessica,我会在这个频道里面利用我所学到的吸引力法学的知识,帮助大家创造你想要的幸福快乐生活。 很多人现在都了解吸引力法则,知道他们可以用吸引力法则创造他们想要的生活。 于是当他们现在和恋人出现问题的时候,他们就会利用吸引力法则的各种方法,帮助他们去吸引自己的恋人,吸引心中的那个他。 一个很常见的方法就是冥想,可是你知道大家经常在冥想时犯的错误吗? 之前就有位网友给我留言说,他告诉我说,他在冥想的时候,想的都是在那里咒骂他的那个心中的他。 在那里说,我希望你像个小狗一样在我面前。 当你在那里想,对方,我需要你像个小狗一样,对的,我需要你像个女王一样的侍奉,我希望你知道你自己错在哪里,你就是个贱人。 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,散发出去的能量是什么样子的? 是一种和善的,温暖的,橘色的光呢? 还是那种听上去,非带着强烈情绪的厌恶,憎恨的黑色的能量呢? 当你在冥想的时候,一直处在这样暴怒的情绪,憎恶的情绪,指责情绪,不知不觉间,你所传达出去的能量,都是这种负面的,黑色的能量。 我们知道,当我们在冥想的时候,我们的能量都会被对方所吸收,那么当你心中的那个他接受到这样的能量,哦,他给我能量是黑色的,他好像很讨厌我,他要我做这做那,他想要控制我的生活,你觉得你心中的那个他会想要来到你的身边吗? 第二呢,很多人就会想说,嗯,我想要在某某某某某某时间前前,和他发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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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样的事情。 当你给自己设置那个时间的时候,你所传递的能量是什么? 你有没有发现,当你有一个时间限制的时候,就比如说,你的工作,你的老板告诉你说,你要在某某某某时间前,完成这项工作。 你每天会开始倒计时,不知不觉间,你的潜意识就会倒计时,每天每天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,你就想,啊,时间快到了,我要把它完成。 对心理法则也是一样的,当你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时间,其实你传达了两个信息,第一,你对宇宙能完成你愿望的这件事情不信任,你不肯定,你怀疑。 第二,你所传达的信息是,你在要求宇宙,马上给你做到,你在要求宇宙帮助你,要求是什么样的力量,就当你有一个包裹的时候,然后你不断的去要求供应商,赶紧给我,赶紧给我,赶紧给我,然后供应商忽然就觉得暴怒了,他就不想赢,甚至把你的单给撤销了。 第三呢,是很多人,他们说,我想吸引对方,当我问他们,你一天会想对方几次的时候,我常常听到答案是,我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想他,当你无时无刻的想一个人的时候,那你就在给他传递一种能量,就是你很想他,对不对? 你可以想象你自己,当你偶尔接收到一次能量,这个人忽然出现在你脑海中,你会觉得,嗯,好有趣哦,为什么我忽然想到了他? 然后你可以想到这个人,和这个人在一起的开心的事情。 可是呢,当如果这个人,一直反反复复的出现你在脑海中,甚至影响了你正常生活,正常工作,你对这个人的情绪会是什么样子的? 你会对这个人依然是,啊,为什么他一直出现在我生活中,是不是我对他很爱很爱呢? 还是说,当你的正常生活被影响的时候,你忽然觉得,这个人好讨厌哦,我不想要去想他。 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固定的时间,比如早上或晚上冥想的时候去想对方,但是平时呢,就尽可能的不要去想对方,去过自己的生活。 好,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你,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,记得点赞订阅分享哟,那么下次再见啦,拜拜。 感谢观看